電不是熱還是不熱的問題 電是命賣 因為沒有電沒有辦法生產 所以美國商業企業白皮書 針對台灣的部分 他做了一份報告 打臉蔡曉英政府 他怎麼說呢 他說台灣的缺電已經變國安危機了 對 那這個缺電問題 它是一個科學的問題 也是一個數學的問題 因為一定要有數據 台灣的美國三位 在2023年的白皮書裡面 他說台灣出現兩個危機 第一個危機就是你把所有的核能淘汰之後 你完全寄望在再生能源 問題是你的再生能源是落後的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台灣的關鍵的基礎建設 包括發電廠 水利 公路 橋樑 運輸等等這些 如果遇到自然災害 以及其他災害的時候 他沒有講應該是戰爭 我在想 那你是四個字叫做不堪一擊 哇 這事件多丟啊 怎麼美國人說我們的電力設施 我們的那個所有統統不堪一擊 那這台灣的企業來講 要什麼人敢來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國安危機 當然對我們政府來講 沒什麼事啦 台灣沒有缺電問題 那台灣沒有缺電問題 電力公司他憑什麼講這一句話 比如說台灣在尖峰用電的時候 我要滿足所有的人的使用量 就是說 阿倫你在用你們家賣停電你就沒感覺了 我也沒感覺了 你們去找找啊 沒有停電問題啊 那台電用什麼手段 用買的去買電 A B C 那A的是最貴 阿倫假設你們家是在做鋼鐵的 這是用電用很大的 對 用到時11點到3點你不要用 你不要用那電來買我 買我本來你用電一電一兜 本來兩塊錢 你買我是兩塊錢 你倒探錢嘛 我不要用還可以倒探錢 對啊 你給人家休息一下 你做加班就好了 因為尖峰的時候你就不要用 我如果請你這種大戶 拿著十元二十元 我全國就沒有用電的問題了 所以老闆是不知道說缺電 但是美國三位的白皮書 已經點出來了 台灣是有缺電危機的 好 所以也就是說 它是透過讓企業大戶 不要用電把電賣回去 來補這個缺口 問題是透過這種方式補缺口 那是貴鬆鬆 對啊 因為他要用A級的電價 去把這個電買回來 再用C級的電費賣給老百姓 所以一定是做了解的行李 一定是阿婆找過多錢嘛 一定是了解嘛 所以不怪台電說今年累積貴水要到 五千億 今年要貴一千五百億 沒有 了解就沒差 那不是了台電的錢 那是了我們大家的錢 對不對 所以他們年中還可以領四點四點 對啊 他們台電基本都沒差 是我們自己狂狂 對人去背貌 我們不知道而已 對不對 所以了解 不是為你落地拿著就沒感覺 好 但我們回到 再生能源為什麼落後 當然第一個原因 我覺得問題第一個是 因為政商在裡面上下其手 比如說我們來看 綠能蟑螂 綠能蟑螂 國民黨的中常委 比如說這個蔡中興 陳中興 還有他的弟弟陳中邦 還有國民黨以前前朝的官員 我們先來講黨的這個部分 那他本身是洪華營造的董事長 他弟弟是總經理 後來他就利用這個洪華營造 就成立三家公司 包括東方 東方風能 還有這個台灣海洋重工 還有這個綜藝能源等等 那麼這些公司成立以後 他們都在裡面都擔任要職 除了這個以外 那洪華它本身已經發展成 台灣最大的海事營造工程 所以宇能蟑螂 之前出包的宇能蟑螂 就是他們包的對不對 對 你現在在彰化 包括離岸風力 發電裡面 包括海能風場 台電一騎 雲能風場 還有這個海頂離岸風場 都看到這樣洪華營造的旗幟 也就是說 都是他包的 所以說他現在是台灣最大的 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們兄弟 其實他在所有的台中的海能工會 以及在風能委員會裡面 他們也擔任要職 所以在2019年的時候 他也跟這個荷蘭有一家 他叫做達門的一個船廠 他簽了MOU 要投資3000萬美金 要成立一個船隊 風電的船隊 這個船隊 全部就是為了這些風電而設的 所以也就是我們倒不是說 他們這些企業是綠能蟑螂 當然綠能裡頭很多蟑螂 而是這些企業他們統報了 台灣非常多的風場 問題這些都是過去國民黨的高官 而這些國民黨的高官 特別是國民黨的政策 他們是反對綠能的 但卻在綠能上面賺這麼多錢 這中間不是有矛盾嗎 好 那我們來看國民黨的高官這個部分 包括前經濟部次長 這個黃仲久 前經濟部政務次長黃勝忠等等 他們擔任你看 世紀綱的顧問上委投控的獨董 還有其他的一些上游中游下游的原料 其中全部都掌控 另外前經濟部長辦公室的一個 專門委員毛恩煌 那另外還有杜子君的副院長 行政院的一個副院長 那我們來看 其實他們在這個掌握的過程裡面 他除了本身 他是一些上游中游的一個廠商以外 他也去承包很多政府的一些 所謂的離岸風電 以及那些再生能源等等的一個工程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等於他完全掌控住了 好 所以沒有想到這個小英政府的政策 真能賺最多錢的 反而是國民黨藍營的高官 那麼回來講 綠能之水落後 其實剛剛教授談到另外一個重點是環評 不管是三階四階還是五階 只要碰到環評就很頭痛 對 那最近有一個這個竹風反的一個評估 他的一個經濟部第三次的一個評估的 出審會議裡面 那這裡面包括兩個一個就新竹的一個 封城離岸風電 還有苗栗的風力離岸風電 還有一個另外一個項目 三個 這三個項目裡面 第一個 你只要遇到了精 遇到了臀 那你就是要迴避 因為這都是保護類的動物 另外你在這個封場的旁邊 因為有鳥在飛嘛對不對 所以你封場跟封場中間要隔兩公里 另外封場本身要有1.2公里 不然鳥會來撞你的風機 它要留那個通道 要留通道 問題是 鳥它有接受你的 你1.2公里它就不會衝嗎 那你如果說 留1.1公里它就會衝嗎 差100公尺就衝進來嗎 但是它就是必須要退縮啦 對啦 但是這種東西根本沒有科學根據啦 坦白講一句話 講一下 這次你可以說一下嗎 所以其實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就是這樣 大家拖拖拖 那每一次開會就會啊 不意啊不絕嘛 絕啊不行嘛 就拖拖拖拖拖 拖到最後就不知道要拖到時候 所以我們很多封場的進度 都是落後的 雖然我們知道 綠能包括風電是全球 現在非常主流的趨勢 但問題這裡頭也隱藏了 非常多的危機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西門子能源 富空如果可以的話 敲敲西門子能源 西門子能源呢 股價竟然在上個禮拜 6月23號大跌了 37.34% 讓整個德國股市大跌 而且相關的風電概念股 像丹麥的維斯塔斯 像諾德克斯 包括奧斯特的 通通出現崩盤式大跌 他們背後隱藏的危機 就是現在的風機越做越大 但維修費很高 而且倒塌頻傳 對 最主要是西門子的一個子公司 叫戈美薩 戈美薩發現 他的風機的葉片 跟軸承出現了很重大的問題 而且這個重大的問題 可能要未來幾年裡面 他要花在11歐元以上的一個金錢 才能夠去解決他的技術問題 所以6月23號你看 包括西門子就重出了37.34% 37.34%是什麼概念 西門子一夜之間增花了70億歐 那增花超過他淨值的三分之一 也因為包括丹麥的這個維斯塔斯 這個是風力的一個 他整個風機的最主要的一個製造廠商 他也下跌5.1 還有整個歐洲 歐洲 德國的一個整個 他的股市也跌了2.2%等等 那最主要現在比較擔心的 這個影響非常大 是因為他的影響 影響到整個 他的所有132GB以上的 所有的歐輪機裡面 15%到30%都出現問題 現在大家剩下的 那這一些問題 全世界最大的風電 對 那這些問題有多大 這些問題的發電量 是132座的核能發電站的量 所以第一 你如果銜接不好 第一 你現在當時要出事都不知道 光是最近這三年 全世界這種大型的風機 倒塌的 已經有六次了 比如說2021年 我們來看 9月的時候 德國有一個240米高的 全世界最大最高的倒塌掉了 那2022年的3月 立陶宛有一個倒塌了 那去今年的2023年的6月 美國通用 有一台也倒塌 沒過幾天 美國通用另外一台 在科羅拉多州的 又一台又倒塌 去年的7月瑞典 它有一台葉片脫落 整個 那個葉肉粘落下來 那今年的元月荷蘭 也有一座風機呢 也突然倒塌 因為這樣子我們來看去年 包括西門子的這個 他的一個子公司 他就賠了8.8億 瞭解了一塊塊 是前年的兩倍 通用也是大賠 還有我們講那個 丹麥的這個維斯塔斯 也是賠錢 另外 所以這些做風店的 全世界的領先廠商 財報都是賠錢 對 另外賠錢以外 現在你未來的維修費用 可能比以前想像更大 因為你剛剛講的這個重點 就是你要越大 然後那個量位越大 可是你知道那個大賣多大 你那個葉片 據說直徑可以到252米 是啊 人定勝天 但是問題是 上帝他不允許 你怎麼可能勝過我 所以這個時候 就給你重重的一擊 這個重重的一擊 對所有的風力發電來講 包括台灣 你如果完全去靠它 這真的靠山山都靠人人落 這很危險 所以現在大家剩這一段 就是因為 這些連續發生來的事件頻傳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ridic了